金門水域最近不平靜 十七號中午左右金門二十五歲 胡姓及四十歲 五行縣民駕駛俗稱伯特船的動力 扶具出海釣魚 但疑似因為大物迷航 被中國海警救起 本來中方決定十八號中午將人送回 但船諸其中一名釣客 疑似是現役軍人 對岸是否放人出現變數 超越立委 盼中方競速將人送回 而中國國臺辦前一晚發新聞稿表示 福建當局將盡快安排人船返回金門 更強調兩岸本是一家人 雙方守望相助重視兩岸人民財產安全 而沃國海巡署目前也透過 兩岸聯合搜救管道協調人員接返方式 不過金門有現役軍人出海釣魚落海案例 並非首次 2017年在金門服役的董姓男子和親友 出海釣魚漁船沉沒被中國軍方救回 最後由金門紅十字會接回 當時金門軍方竟毫不知情 去年二旦也有陳姓士兵 疑似因為欠債漂流出海 被中國海警救起 但因為陳姓士兵不願返台被通緝 如今在發生意外又疑似涉及軍人身份 國防部低調沒有評論 只盼先將國人平安接回 三水完全以後想用台被怎麼了